欸 蛤 你要用手拿啊 為什麼 吃零食當然是用手啊 那怎麼吃 吃零食要以XXXX 哼 人家吃零食齁 是真的有專門的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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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不要用手拿 為什麼 吃零食當然是用手啊 不然你怎麼吃 吃零食要有儀式感啊 我太喜歡用手啦 可是我跟妳講 可是我還要 不可以 我跟妳說現在有道具 是可以讓我們的吃零食 什麼道具 什麼道具就好 我跟妳說 這個真的是超棒的 你看 這樣子 一個小小的貓手掌 妳就可以這樣子 好可愛喔 對 妳看這樣子 欸 不適應吃零食要有儀式感 為什麼還不能吃 還有一個道具 我跟妳說 我們說吃零食就是要有儀式感啊 妳那個零食叫了一大堆屑屑 那到底要怎麼接 要有這種 公主式的這種 微兜兜才可以的 不是啊 妳這個小朋友在用的吧 不一樣 她是Large在 要比儀式感是不是 是啊 別講 她 她一圈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妳如果零食有渣渣掉的話 就會掉在這裡啊 妳看 妳這是小溝槽 我這裡也會掉在這裡啊 那如果妳要轉頭跟我講的話 妳渣渣不就掉了 嗯 所以妳可以三大堆屑屑 對啊 如果有人後面叫我 欸 馬上就好喔 然後就往後吃 對 好啦 我們可以吃零食了吧 但我還是蠻喜歡我這個的 可以吃了吧 好 可以了 我們要有一個儀式感的吃法 來想到現在在我們巴黎煮飯的下午 然後妳可以把這個 就是藏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 上班上到一半啊 然後妳就覺得有點餓的時候 就可以 就這裡這樣子拿出來 妳的整個 放幾顆 我的整包都可以藏在這裡好不好 藏不起來吧 真的啊 我想說妳這個好處 就是妳可以放很多種 然後就可能就只是少少的這樣子 但我還蠻喜歡它這種隱密感的 因為這樣子就是空氣 或是口水 什麼都會掉進去 欸 屑屑掉滿桌啦 真飽嗎 對啊 這裡有一個儀式 欸 欸 怎樣 有儀式感 還有儀式感 我說 我們就連掃這個屑屑 也要有零食感 零食感 零食感 儀式感 儀式感 就是妳看 它是一個小貓咪的可愛掃把 妳就可以這樣子 毫無疑露的把妳背後 就跟妳這樣掃起來 喔 妳就很激妝 真的妳看 很激妝會把背後 對啊 妳們把我集中起來了 倒出來 欸 欸 妳真的是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們連把它掃起來 都要有一次感 但我吃零食 真的要準備非常多 非常多的道具 對啊 下一位同學呢 他是一個 小型可愛的 吸塵器 桌上型吸塵器 妳要輕輕的讓它 將它降落在這個位置 這樣 好療癒喔 這真的很療癒耶 妳知道零食除了可以吃 還可以幹嘛 零食除了可以吃 還可以幹嘛 還可以泡 還可以 還可以 可以放寶教 其實我覺得齁 妳在辦公室 妳先放一些可愛的小東西 也是不錯啦 妳看幹嘛壓力這麼大 有一些這種 小可愛的桌上 就要趕緊一刺到我兒童 妳現在就風雨耶 提示給 小公子 那我覺得妳今天 從胃特蔥 飛來吃零食 那也還可以啦 喜歡我們今天分享的小物嗎 不要忘了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都會隨心打理 一遇上我的留言的朋友喔